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從我比較想要借留這個作品告訴觀眾 其實是 呃 真是熊女兒對於爸爸的一種思念 她在從怨恨爸爸 然後到知道爸爸是這樣的過世 到她尋找爸爸 然後她親自來到台灣看到爸爸的骨灰彈 她那個心境的轉化 好像我們沒辦法知道得很真實很詳細 所以我會帶入自己的個性情緒 還有自己的生命經驗去想像 今天Money對於爸爸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她會有怎麼樣的情緒 這個最深裡面的那個情感到底是什麼 因為這次最後的演出形式是 我的詩會搭配現場的演出嘛 演出的時候配合聲音跟舞蹈 也會做詩的呈現 那可能就會用我的人生去朗讀自己的詩作 因為詩它其實可以處理很抽象的符號 所以這次也盡量讓詩可以讓大家 對於中音這個抽象的概念可以有更多畫面 在這首詩裡面有很多河流的形象 然後河流它可能暗示幾件事情 一個是明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像血液或是血脈 再來就是像歷史 時間的關係 雖然這個比喻很常拿來用 這次的寫作有點像 用文字點燈 然後把歷史裡面 比較黑暗的部分再體亮出來 然後讓大家重新去連接這些事件的線索 它的脈絡是怎麼樣 這是創作上 因為我主要是像樂琴的彈唱 用這個方式來表達 我們樂琴其實在台灣社會中 常陪伴藝人 就是用像 用來像說故事敘事的角度 然後會把這個敘事的角度也放進去 然後一方面 像歷史上的藝旦 他們也是會用南館的音樂 可能也會嘗試把這部分 都融合在這裡面來表達 然後我希望 也是希望說可以 就是來傳達像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然後如何走過轉變的一個時代 然後藝旅 我們去看看 在這裡面 你的你兒子 是來自小寶寧 我應該會試試看 好嗎 既然謝謝你 你愛你 我希望你 你愛你 你愛我 感谢观看